欧盟发善心援助埃及 埃及不思考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而是在和欧美合作方面越陷越深 大家好,我是海和 最近欧盟同意向埃及投资74亿欧元的金融援助计划 来提振埃及的经济 我细看了一下这个金融计划设计的内容 其中50亿欧元是优惠贷款 18亿欧元是欧盟投资 其余6亿欧元作为补贴 这里面有2亿欧元是非正常移民管理专款 不看具体内容 光看这个数字真是吓一跳 但是看着具体内容 这原著看起来真是杯水车薪了 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雪上加霜 大头50亿欧元是优惠的贷款 不是直接给埃及的 而是要还的 最多在贷款利率上 欧盟给点优惠 贴息一部分 这项援助短期内可能有点效果 但长期来看 会增加埃及的负债率 18亿欧元是作为投资的 投资需要项目 这部分投资金额只能说是鸡肋 不说什么时候能投资到位 欧盟投资进来 肯定会选择埃及的优质项目 这给埃及本国企业反而带了压力 最后那6亿欧元是补贴了 但这里提到了2亿欧元的 非正常移民管理专款 这一部分就耐人寻味了 受到美联储加息影响 新冠疫情影响 以及巴以冲突影响 埃及才陷入了经济困局 其实这些影响因素 很多都是美国和欧盟造成的 从目前中东形势来看 埃及对欧美有很大作用 他们需要局势稳定的埃及 来抵挡一部分巴以冲突造成的影响 巴以冲突以来 埃及作为加沙地区向外连接的唯一出口 重要性不言而鱼 中东地区难民不断增加 疯狂向埃及转移 非洲的贫穷也让不少人向埃及移民 都希望通过埃及向欧洲转移 但是欧洲肯定不愿意接受这么多的难民 欧盟想要将这些移民和难民 限制在这个中转站 所以会提供这部分资金 但是2亿欧元对于让埃及保有 大量移民和难民来说 还是被水扯薪了 也严重影响了埃及本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降低了埃及的人均工资 减少了本地人的工作岗位 经过分析可以发现 欧盟对埃及的援助根本就不够意思 埃及在经济这么不景气的时候 欧洲并没有全心全意去帮助埃及 而是笑里藏刀心怀恶意 将发生的问题交给别国去解决 如果没有欧盟对巴以冲突的默许 巴以冲突不会愈演愈烈 也不会拥有那么多的难民 埃及的领导人也并没有考虑得很长远 他们只顾眼前利益 没有想要根治导致埃及经济出现问题的因素 根本问题就在于埃及跟欧美走得太近了 却也没有发现自己自从依赖欧美 就再也没有好起来 被欧美骗的将中东非洲这么多问题 都揽在自己身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埃及的领导人才能醒悟过来 美欧一直在骗他们 骗了他们很多次 骗得他们很深 这种骗最终会掏空埃及的潜力 夺去埃及的未来 好 本期话题就说到这儿